好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许晓星已经获得提名立委的资格了 立刻开战的是民进党所提名的许淑华 面对许淑华的批评 许晓星他也立刻发文反击 他说民进党的新潮流最近把矛头对准他 他并不意外 早就已经做好直球对决的准备了 关于对手批评他煽动仇恨 不成熟 不做事太狠等等 其实这些话都好像是一面镜子 反射照应出的是新潮流自己的样子 五一劳动节这一天 立法院的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 炮轰蔡政府的劳工政策全部都跳票了 邀请到正在参加港湖立委初选的台北市议员李燕秀 好被质疑找人打团体战 他的对手游淑卉说 这好像是为了初选作秀当领演 他不愿意扮演这种伪立委的角色 不过李燕秀则是回呛 不分中央地方监督民进党就是本分 炮口应该要对外展现坚强战力 把立法院党团记者会 当作自己作秀跟领演的舞台 我觉得十分的不恰当 他现在又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到立法院去开记者会呢 所以不要再三公四老虎了 他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设 然后去秀战力所做的临时演出 如果说所有的初选候选人 都这样子到去利用立法院的党团记者会 请问一下让我们现任立委置之于何地呢 那现任立委的表现空间呢 那所有初选从南到北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利用吗 不是吧 还不是就是有关系的人才可以去呢 立委有立委的角色 那我们候选人有候选人的角色 那对于我现在不会去扮演这种伪立委的角色 无论是赎惠或我 我想每一个国民党的从政同志 对于监督民进党 应该是不分角色 不分地方 无论是在脸书上 无论是在议会开记者会 甚至到立院记者会 我觉得都是应该不分地方 我们就是想办法 在这一场初选的过程当中 把柄做大 各自都有各自的好朋友 选举总是多多好朋友 好朋友多多帮忙 这都是好事 那我觉得就是把柄做大 让外界看到国民党的坚强跟战力 那选举结果无论如何 大家彼此互相支持对方 这是我们初选一个最大的原则 国民党的2024总统参选 最快本月就会完成征招 目前是以新北市长侯友 以他的呼声最高 当然外界很关注的是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表态争取 是否会造成蓝营内部的分裂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 他就深表忧心 透露网路上已经出现了 非谁不投的言论 希望能够变成非蓝不投 更呼吁党中央公开透明 说明征招的准则 另外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结束访美行程 日前反抵台湾的时候 表示明天就会去处理参选总统 其实还要进行幕僚的相关作业 当进参选的时间 预定压轴在最后一天的5月8号 今天5月2号这一天 就会派幕僚到民众党党中央去领表 同时确定520会举办一场记者会 并且宣布参选理念 而且地点不是在台北市 当然总统大选情势备受关注 最新民调显示 侯友宜她是以29%的支持度 跃居第一 赢过赖清德的27% 跟民众党科文哲的23% 在一对一的决战当中呢 侯友宜也是稳定领先 赖清德 好 黄阳明现在的分析认为 从趋势来看 侯友宜接下来两周 能否把对手甩开一段差距 可能就是决定征召的关键 前总统马英九访问希腊的谈话 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我们来看一下东华大学教授 施政锋他形容 民进党就好像是好色无胆 民进党是好色无胆 好 OK 你既然已经有过半了嘛 然后你真的是要修宪或制宪 等等是应该是 因为现在很多法律 他不想让你过不让我过 他不想 他想要通过的东西 就是他就蛮干就是 你看那个邱毅云 在骂那些立委的时候 那么凶的那个样子 骂小学生的三娘教子 那个样子 我可以嚣张到极点 但是我也讲说 对他们来讲 其实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台湾已经独立了 必要的时候才改国号 因为现在赖清德想要打模糊战 OK 打和平等等那些东西 赖清德不敢讲 但是这个抗中保台这块 小英要不要把它hold住这块 所以本来我是觉得说 你都不讲话又不会死 因为你有没有比较更好的东西 对不对 可以不要九二共识 那你拿别的出来 所以主持人完全看破了他们的手脚 就是为了要演这一出戏 帮赖清德出来 当黑脸跟白脸 因为赖清德现在要往靠向中间一点 然后要去抢KB的票 接紧 请标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